Oh my God, John 你知道多久我找到嗎? 說到大型牙娃娃 好開心片中主人將她放在櫥櫃收藏 沒想到惡遇也跟著降臨 John,醒了 是,是寶貝嗎? 這部好萊塢驚悚鬼片 上映五天 全台票房破五千萬 刷新恐怖片首周票房紀錄 有人覺得過癮 但也有人嚇到皮皮剎 剛開始噴血的那一邊吧 娃娃飞起来那一段 我觉得是最可怕 刚开始娃娃出来 然后那个隔壁的 就隔壁有人就被杀了 就是那个音效就整个吓到 为了增点恐怖感 还有戏院将这尊100公分高的 安娜贝尔公仔 置于橱柜内供民众拍照 而只要你敢跟他合影 就能获得这个恐怖面具 其实电影中的安娜贝尔 现实中也存在 就放在美国驱魔人 华伦太太的房子内 看起来跟普通娃娃没两样 但她正是安娜贝尔的本尊 圆圆大眼睛 微笑很可爱 但电影为了增添恐怖效果 可以把娃娃变成这副模样 你不相信这副模样吗 是的 去年恐怖片丽音宅 安娜贝尔就曾出现 但当时她只是片中配角 上映后全球票房破三亿美金 片商决定将这个鬼娃独立出来 再展大一幕 果然成功让影迷吓破胆 东南新闻陈银谢盛凡 在台北报道 第一须面